孟建柱对新疆 对整个东欧西欧亚洲 整个东南亚的黑帮独帮和赌博的控制 这个习米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杀手 他是里边很小的一个人物 但是他的背后故事极多 今天才能抓习米华 你再看我2017年的直播 2018年的直播 你可见共产党习近平没啥尿息 如果是共产党真像你想那么神 2018年就会把梦就会把这个习米华给抓了 到了今天2022年了 34年了 他想明白原来还有这么好人物 你想还有多少习米华他没抓呢 你知道江志诚 比特币有多少 我告诉你 江志诚的比特币最起码的5000亿 甚至更多 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比特币在江家房里扣着 所以说这个世界很疯狂 你讲想梦能做什么呀 火币是他的 李林完全是他的 还搞党支部书记呢 然后赵长鹏这小孙子 百分之百的 他背后就是孟家和王岐山的 你想这几块玩了多少钱啊 现代化的数字货币 他控制着 黑帮他控制着 杀人帮他控制着 就是海外部队你知道吗 你没有见过整个去过缅甸 泰国那些湄公河岸的所谓的地方军 那些部队那绝对是正规军 那是有火箭有短程导弹的 不是开玩笑的 杀手机的 毒品他控制着 贩卖人口他控制着 然后你在今天我最后说的绿城 你觉得现在房地产都出事 你听到绿城出啥事了吗 绿城仅在纽约头的项目都几百亿美元 没有一个出事的 你见绿城贷款有违约吗 绿城的背后上海94 上海实业上海银行 上海信托 有事吗 没事 就习现在连人一个毛都没动着 真的一点都没垮着 还动着战友们一动就是江豆啊 上豆你太不了解了 就习在这些上海 这个背后的势力眼里边 他就是个傻子 我头两天听说有人见了这个江泽民 一说江泽民 咱就来看我看兵 不要说那么多了 好戏还没开始呢 回去以后少说话 少见人 走吧 老头儿清楚啊 好戏还没开始呢 他就是习快完蛋了呗 就你看他抓了习米花 你就知道习下边没人 也没人想跟他干事 就是孟建柱都折腾两年了 也没跟他说实话 王岐山更不会说实话 好戏还没人想来说实话 说实话 político 中兵